贵妃要责罚阿若 命人长嘴 如意想要把阿若带回自己的宫中责罚 贵妃不依不饶 让阿若在此跪着思过六个尸臣 如意也被罚抄写 佛母亲百变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阿若体力不支 承受不住 在雨中痛哭 如意可怜阿若命人去请太医 等阿若回来为她诊治 还吩咐了宫女准备热水和棉被 太医为阿若诊治 阿若并无大碍 只需好好休养 阿若说自己是为了给如意出头 不想贵妃处处打压如意 如意指责她在宫中不知退让 又争不过他人 才惹来是非 贵妃说如意抄的佛经 自欺潦草 并非诚心认错 要如意在第二天 去长城宫请安前 再抄路百变 如意知道贵妃是存心刁难 她提起笔来 写下的不是佛经 而是一首旁人的诗 天色大亮 如意才刚刚抄完佛经 索心在送佛经的路上 遇到了皇上 原来如意写下的诗 是刘雨夕的浪淘沙 皇上想起 曾对如意说过 自己向往江朝壮观之行 今日是8月18观朝日 皇帝看到自己所言 被如意记在心中 十分感动 皇上发现诗的下面 还有如意手抄的佛母经 索心解释说 如意听闻 观朝之时有人卷入江中 有所损伤 这才抄写佛母经 以眷顾百姓 皇上听后 命王亲将此佛母经 供在神龛里 这个月都不要取下 原来 这时如意想要贵妃看到 皇上对自己抄的佛母经 十分满意 贵妃自然 也不敢在家刁难 如意不想阿若 在与宫中有瓜葛 想等额娘进宫时 让额娘为阿若留意 阿若听到了如意的话 跪在如意身前 她说 自己不想出宫 只想陪伴如意 一番恳求之后 如意同意让阿若 年满25岁之后再出宫 阿若十分感激 连忙贵解恩 可转身离开时 却变了脸色 皇上让贵妃的阿玛 高宾进军机处 却惹来众多老臣的反对 还任人欺负 想要皇上 把大阿哥交给自己 皇上表示 自己太教官贵妃 等到高宾去河北 巡视归来立下功绩 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高宾调进军机处 贵妃十分满意 贵妃回宫的路上 发现小鹿子 在角落里哭泣 原来小鹿子的家在河北 河北闹了旱灾 他联系不上自己的家人 贵妃承诺 自己的阿玛在河北巡视 可以帮助他找人 小鹿子很是感激 可贵妃不知道 家贵人身边的宫女 真书在暗中观察着一切 小鹿子正是他们安排的人 贵妃不想梅贵人 生下皇帝登记以来的第一子 他身边的宫女墨欣说 欲绅放喂鱼的太监小鹿子 曾找过自己献上遗迹 墨欣悄悄将记策 告诉了贵妃 梅贵人听说 吃鱼虾对孩子好 整日鱼虾供应 如意和淳贫 海长菜去看梅贵人 梅贵人身体不适 纯贵宽慰他 这种种不适的症状 可能是由体热引起 像是难抬 如意称 纯贵养育过阿克 他说的话一定可信 如意离开的路上 经过原则 听到有人落水之声 连忙命人去救 人救上了之后 如意发现 落水之人正是连心 如意将人带到养心斋 连心坚称 自己是失足 并非寻死